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触控 它会亮一个爱信的灯 假设我们摸到P1这一个点 Touch Touch这个点 然后这LED灯会出现一个爱信 当我摸到P1这个点 它会出现爱信 那这我们要结合我们两课的课程 一课是RGB LED灯亮灯 另外一个就是类比较位的读取 我们读取P1的类比较位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Arduino IDE要怎么写 读取类比较位的方式很简单 我们只要analog read这个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出来就可以了 前面那一课 前面的课程已经教过了 所以只要一行指令就读得出来 好 那前面亮灯的话 我们要include NearPeace这个函数进来 然后我们要告诉它有25个LED灯 然后使用Pin的就会是4 好 那这个函数也要进来 照着复制贴上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颜色的这个变数设成32 好 那颜色有红色绿色蓝色黑色 前置作业把这些设定 这都是RGB LED灯亮灯所需要的设定 那在Setup的方式里面 我们为了要看它的P1的值 所以我们系列要Begin设成115200 然后这两个是RGB LED灯亮灯的启动 还有short函数 然后告诉它 我们要使用数位角位第几个2 LED前面是2嘛 所以数位角位2 当然是output 那这个2是指GPIO 就是GPIO Digital light射程高 那我们先来看 它的数位角位读取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先把下面的注解掉 先把下面的注解掉 我们让它写入 有问题是因为我 应该要注解到这里 多一个大挂 写入 编译完显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使用CD1 monitor 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这都两三百 那我们去摸 好 目前是没有摸 把它一开一点点好了 我们去摸P1的 第一个这里 摸它的时候 你看接近它 它会是0 0 你放掉的时候 它就摸0 所以我们知道说 当touch的时候 我们类比角位读出来的词 会很接近0 所以我们就把程式改成这样 当数位角位读出来 小于100 我们就亮这个爱心的灯 这一串是亮爱心的灯 几号灯要亮就请你自己数 0 1 2 3 画一个爱心 然后Delay5秒 大概半秒钟 半秒钟 然后如果没有touch的时候 就让它显示黑色的 就不亮 这程式就简单就这样 把它写入 写入完我们就来看一下 直接来触摸 摸亮灯 右 从这边摸 亮灯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触控的 一个程式设计